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期的关于这个PXE装系统的一个视频 这个PXE是这样的 PXE本身它是我们的最早是英特尔的网卡 它集成在网卡里面的一个芯片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学服务器讲的那个TOE的芯片一样 它是集成在网卡里的 它来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带了服务器开机F12之后 它会来从网络引导去装系统 其实很多服务器都有这个功能 在带着服务器出厂的时候呢 它默认就是第一次启动都是从网络启动的 它默认它是没有系统嘛 没有系统它就从网络去装系统 在我们这种比较大型的数据中心 这种PXE的部署系统是一个标配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批量的去给很多服务器 十几台几十台甚至上百台装系统 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有一个PXE的saver 就是我们的专门来分发操作系统的一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呢会具备一些比方说DHCP啊 TFTP啊这些功能 当然我在讲哈 那网卡这个芯片呢 就是说它会去获取 它有一个DHCP的客户端 去获取IP地址 拿到这个IP地址之后呢 它会去有一个小的系统引导起来 去拿服务器的一个安装机枪来装系统 大致的结构就这样的哈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去用两台去拟机 来模拟一下我们的这个PXE的saver 和PXE的客户端来装系统 好现在开始啊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文档呢是我的这个 GitHub的一个链接哈 GitHub的一个链接 我可以先发给大家看一下哈 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先不管它 你看看不到我的链接是吧 这个我稍后我发给大家吧 我稍后发给大家 我就发这里吧 我发这里也可以 发这里也可以 是吧 这就是一个链接 是吧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我随便共享一下链接哈 然后呢 这是一个GitHub GitHub就是我专门去写脚本 写命令行写代把的地方 然后呢 它是属于Linux的一个分支哈 一个一个分支 好我先讲一下 一个PXE server呢 我们PXE server是用Linux来制作的 我们今天的环境是Linux的CenterOS 7.6 然后呢 它需要用压门去安装一些服务哈 主要的服务有有有几个哈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DHCP 分发IP的对吧 然后呢第二个第二个服务呢 就是我们的TFTP对吧 这个是一个小文件传输协议的一个文件 文件服务器 对吧 它只适合传那种小的小的文件 所以说它的端口号呢 是这个就是六六七 DHCP呢是六九 这六七六九呢 都是我们的UDP的端口号啊 这个线列者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主要是来管理这个TFTP server的 因为它没有单独的进程 还有一个就是HTTP HTTP呢 一般我们装Linux呢 我们的操作系统的安装进行呢 就需要走HTTP这个协议 就是80端口来过来 这个Samba呢 这Samba可以不装啊 Samba可以不装 为什么呢 因为Samba是我们来 批量部署Windows的 但是其实批量部署Windows 这种情况呢 在服务器的领域是比较少的 因为服务器的话 为了成本 它都会去装Linux 它这个系统是开源免费的嘛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在Linux下面呢 我们说过啊 去配置一个服务的话 有几个方面啊 大致有四点 第一点呢 就是安装这个服务啊 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啊 第二点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去配置一个服务啊 这一段啊 这一段 这一段是配置一个Samba的服务 可以可以可以暂时忽略啊 暂时忽略 然后呢 这一段呢 是配置什么 配置我们的什么HTDB 就是这里就是用这个SED-I这个命令呢 去把一句话 它就是把HTDB的加目录改一下 对吧 改到哪里 改到这个 跟Share这个目录下面 这是SED的一个命令啊 这个你们可以在百度上查一下它的意思 然后呢 这是配置什么 这里最重要的就这里啊 配置一个DHCP server的这个配置文件啊 这个配置文件就是说我要去分发哪个网段网段的IP对吧 很显然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Range看到没有 那我是三连网段的这只是一个demo举例啊 三连网段的150到1180这3132个IP 然后呢 这个选项这里啊 选项呢 就是说 我的网关是哪里 对吧 网关是哪个 然后呢 这一个参数很重要 叫Next Server 对吧 这个Next Server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的TFTP的服务器 其实也是它本机嘛对吧 所以说就是你这一台 做DHCP server的 其实就是这一台虚拟机或者这一台物理机 就是它本机的意思 但是它有个固定的IP啊 有个固定的IP 你看HTTP的什么 加目录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一段是什么 这一段是说我们的 我们要分发的什么 我们分发的这个启动文件 我们的启动文件 我们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系统 这是我见过另一个是最小的系统 它叫IPX1.KPX1 对吧 IPX1.KPX1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小小小的系统 这个系统呢 只有63KB KB啊 我说的63KB 那它去分发到每一个实体机 或者是物理机 虚拟机 它就很快 因为它很小嘛 它起来也带了 它很轻量 它也带了网卡的驱动 它就会去替代什么呢 替代我们的网卡的 那个PX1芯片的作用 它就会来支持到什么 我们的TCP的协议 TCP的协议去做那些什么 有状态的连接 去获取什么 比方说 它就会支持到HTTP 那HTTP可以就传输什么 大的系统文件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它其实很小哈 我这种方式呢 就是利用了IPX1 这个小系统 来分发我们的安装镜像 那它去哪里找呢 这个显然是一个文件名嘛 file name是一个文件名 OK 然后它的 这是一个小系统 这个系统起来之后 它会去 它会去boot一个什么melu 就是领导菜单 一个bootmelu 这个bootmelu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的HTTP server下面的这个Linux 点IPX1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它的菜单 这个就是系统 这个系统去找这个菜单 通过这个什么 DHCP server分发给我们的什么 我们有PX1芯片的网卡 其实我们所有网卡都有的嘛 然后这样起来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引导菜单 这个引导菜单起来之后 OK 它就会什么 继续我们安装系统的一些什么步骤 我先把这个讲完了 然后呢 这里就是一个TFTP的配置 那TFTP的配置 其实呢 它的加目录呢 就是这个斜杠 对吧 跟就是跟嘛 斜杠 这个目录跟我们什么 跟我们的HTTP的斜杠 其实这两个服务的加目录 是同一个目录对吧 是同一个目录 其他的都是固定配置 你可以不看 好 最后呢 就是把什么开机 把这些服务都什么 开机启动 和当前在系统里面启动起来 好 最后最后一行是什么 就去检查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TCP和UDP的端口 根据这些服务 你看 这个80端口 就是我们的HTTP的服务嘛 对不对 我们分发安装镜像的那个服务 是通过HTTP的协议来走的 这个13945是什么 是Samba的端口 对吧 然后67是什么 67是我们的TFTP 69是我们的什么 DHCP 这去检查端口 你看到没有 就通过哪个命令 SS-NLPT T是什么TCP PU是什么 PU是我们的UDP P是Portaker 协议的意思 大致呢 这个文档我就解释到这里 那总结一下 它就是什么 安装服务 配置服务 启动服务 包括什么最后我们去检查端口 就是验证服务 这四步 对吧 那那其实它装到哪些服务呢 主要的就是一个DHCP 以及它的配置 还有一个TFTP 以及配置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HTTP 对吧 其实要做这个 这个PXE的Saber 最重要的就是三个服务 DHCP TFTP 和我们的HTTP 对吧 前面两个UDP协议呢 是用来分发我们的 IPXE这个小系统的 就这个小系统 以及它的菜单的 对吧 那后面一个大的TCP的协议呢 HTTP 是用来做什么 是后面传输我们的什么 传输我们大的这个 系统安装镜像 就是我们的ISO里面的东西 来做这个的 好 这个文件 就是我们解释了一下 这个文件是解释了一下什么呢 解释了一下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 PXE的服务器 好 这是一个 通过一个操作系统 去安装压门源的方式来做的 但是呢 我们讲这个 只是为了梳理原理 真正的做法呢 我们今天会用到Docker容器 来简化这些步骤 但是原理还是这些原理 服务还是这些服务 只是我们把它用Docker这种什么 容器的方式简化了 我会演示这个步骤啊 我还是说 一方面呢 我给到你们文档 二方面给到视频 第三方面给到资源 就是我们的百度网盘也好 我们的FTP也好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啊 这是我的一台实验环境的虚机 2008的啊 我们用它来demo 然后呢 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建两台虚机嘛 对不对 好OK 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宿主机啊 它上面就有若干虚机 我们看一下 这有一个C03 C03我们就把它当成Saver来用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台Saver配好 我们去连C03 这个R520是台物理机啊 C03是它上面的一台虚拟机 好 它已经起来了 它什么都没有 对吧 我们看有没有Docker啊 Docker PS Docker也没有 我们先把Docker装上去 好吧 那么装呢 我们开一个绘画 还是老规矩啊 开一个绘画 然后Yamon-Y 我们就直接装吧 用系统自带的这个Docker 好 我们Ctrl AD退出来啊 保留绘画退出 这里是detach 它还是在后台运行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X进行啊 你看它还在后台运行 等它装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去做一件事情 去到FTP去下载我们的容器镜像啊 这个时候我会给到你们 然后呢 到Docker这个folder下面去 看一下啊 这里边有一个IPX1的 踏包 对吧 先进入二斤日模 博士 然后呢 可以转一下 X1踏包 对吧 把它下下来 是吧 你看就在当前啊 对吧 然后我们再回到 绘画也起来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把这个Docker这个服务给开起来 开启动 然后当前运行 start 好 运行好了之后呢 我们Docker的 Image有没有 看一下啊 没有的是吧 没有镜像 没有什么 没有容器 好 我们退出来啊 然后我们解压一下这个这个IPX1的踏包 解开了之后呢 它会在当前呢 就有一个folder叫IPX1的folder 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好 这个folder下面有一些脚本 我待会再解释 它们的用处 那其实呢 你看到有两个点SH的脚本 一个是DHCP的 就这里 我鼠标的位置哈 就这个 这个脚本 和这个脚本 那这两个脚本呢 就是说 你先要生成一个什么 先要生成一个PX1的什么 不是PX1 是DHCP的一个配置文件 通过这个脚本 然后呢 再生成一个 PX1的两个容器 我们待会看一下 你就明白了哈 我们看一下这个DHCP的脚本 写了什么 他写了就是说 一堆变量和一些配置哈 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要去配哪个网段的 PX1的saber嘛 对吧 他会读出你的什么 当前的IP和网段 那我们看一下当前的IP是多少 我们有两个网卡 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网卡 配了IP嘛 就是ETH0 他的IP地址是这个哈 190.168.143 对吧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脚本哈 DHCP 然后呢 他就给你把这个 这个脚本就把你当前的IP 给你抓出来了 他问你 你要选择一个什么 他说选择第三段的这个网段嘛 我就选20 这里是20嘛 网段 好 回车 好这样子呢 这脚本就生成了 你看会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DHCP的 对吧 我们改一下他的执行缺线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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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的这个权限码改一下 这个无所谓了 我们去看一下他生成的这个DHCP D 这个配置文件信息 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很简单 他就是说呢 我们要去 有一个网段嘛 我们在20网段去广播 对吧 20的这个网段 那我 我为了缩小他的范围 我把这里改一下 5改成 7 这个是做实验哈 你们在生产环境的话 随便根据你们 没有用的这个 网络 IP段 来来 配置一下就行了 我们再讲一下 就170到180 这11个IP地址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路由是20.1 这个下一条server 就是我们的TFTB server 对吧 是谁 就是我自己嘛 我当前我的IP多少 20.143 然后我的HTTP的server是谁 也是20.143 好 我这个IPXE KPXE这个小系统 也是在哪里的 这个小系统 他会默认到哪里去找 他会默认到这个 HTTP的加目录 对吧 HTTP加目录去找 那我 我当前在哪里运行的 我就是在哪里嘛 OK 好 我们看一下哈 当前是在哪里 我们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检查一下 哎 没有问题哈 我们当前目录就在这里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的根下面的root 下面的IPXE这个folder下面 这是我们的绝对路径哈 好 我们有了这个PXE的 DHCP的配置文件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我们的PXE的 这一个配置脚本 这个脚本呢 其实也是要抓住 抓住一些东西哈 但是这里呢 我们已经装了多盒了 他就不会再装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省略掉的哈 这个可以省略掉 这三行 对吧 然后呢 他这里就会去导入 一个镜像叫做NGX 就是我们的web服务嘛 web服务对应的 就是我们的HTTP 就是我们的80章口 然后呢 这里有第二个镜像啊 就是这个PXE DOK 这是一个容器的镜像 这一个镜像呢 它会产生两个服务 哪两个服务呢 就是导入了这两个镜像 就是导入了这两个镜像之后 生成两个容器 第一个容器是这里哈 第一个容器是这里 它会生成一个什么 HTTP80端口的一个 一个一个HTTP的服务 对吧 它会把它的这个 它会把当前宿主机的 这个路者下面的什么 IPXE这个路径 当成它的什么 当成它的这个 这个HTTP HTTP的什么 它会映射过去 这是容器的知识啊 它会映射过去 成为它的什么 加目录 也就是说 把宿主机的这个目录 当成它的容器里边的 这个NGX这个 web服务的加目录 然后呢 这个restar是什么 是开机启动的意思 好 就是你这个服务 要开机启动 你这个容器也开机启动 然后Dogger1 第二个容器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DHCP 它要取个名字哈 DHCP 它下面给了 这个斜杠是换行的意思哈 就是给了一些参数 对吧 什么参数呢 你看一下哈 IP等于A 就是你当前获取出来的IP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DHCP广播的 我们本地的那个IP 然后这里哈 你看 这一个容器 第二个容器就是叫什么 PXE Dock 是吧 这个Dock 它会有两个服务 第一个那服务 就是我们的DHCP 对吧 第二个服务 就是我们的TFTP 它有两个加目录 这两个加目录 它就是重叠 重叠在什么 都是用这个Rooter 下面的IPXE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容器 哦不两个容器 三个服务的加目录都是相同的 对不对 都是Root下面的IPXE 就这里 没有关系 我只解释这个哈 这个东西都是设置好的 我只是解释它而已 告诉他 大家为什么这么做哈 显然呢 我们要去给容器开放什么 这个端口就是 把主机的67端口 映射给容器的这个端口 因为主机本身没跑这个进程 是容器跑的这个进程 OK 这个67是什么 UDP的端口 69也是UDP的端口 全部映射出去 好 这个一共就有几个服务 就有三个服务 对不对 一个80的端口 HDDP 一个67的端口 对吧 我们的什么 TFDP 69的端口 我们DHCP 对吧 最后呢 我们去检查这个端口 有没有跑起来 通过SS这个命令 去减NLPT和PU 去看一下 TCP的端口和UDP的端口 OK 这就是这段脚本的意思 好 我们来 我们来做一下 再检查一下 没问题 来做一下 记住了 大家记住了 先有什么 先有DHCP的配置文件 通过脚本生成 再来通过这个pxe.sh 去生成容器 你看他就导进去了 是吧 因为我们先前装了多颗 这个容器引擎的 你们看到了 三个端口都有了 第一个是80 对吧 说明我们的HDDP服务有了 67对吧 67是什么 对 67是DHCP 这边 694是什么 TFDP对吧 这些都有了 大家看得到这里就是他的进程的名字 这是端口号 67 可能我刚刚讲的有点混 应该是67是DHCP 69是TFDP 那就有了 好吧 TFDP是用来传我们的ipxe的那个小系统的 那小系统在哪里呢 就在当前这个目录下面 就是这个 这就是那个小系统 它是二进制的 这是它的菜单文件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菜单文件 linux.ipxe的菜单文件 OK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 TS是吧 看到没有 有两个容器起来了 对吧 我们也可以检查镜像 有两个镜像吧 对吧 有两个镜像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菜单文件 也就是说 当他用TFDP 把我们的ipxe这个小系统 发给我们的客户端的这个启动网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引导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引导就交给谁了 就交给ipxe这个小系统 他会来找他的菜单 我们看他的菜单是怎么写的 你看这里就他的菜单 菜单就会安装什么 这里有几个选项 比如说C76的这个系统 C74的系统 OK 然后呢 还可以进入这个shell 就是我们的ipxe的这个小系统 63kb的shell 是吧 都可以的 然后这是他的item 就是菜单 他菜单最底的内容在下面 在下面 显然这下面的ip是不对的 对吧 这ip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的ip当前 这里的ip 其实也是我当下的 HTDP server的ip 其实应该是20.143 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 我们就改呢 还是用sed这个命名 减I S 对吧 ip改一下 是吧 我直接改吧 他是30.11 我改成什么 20.1413就可以了 全部改 每行都改 改他 是吧 然后再看一下 你看 刚刚我们是 是30 现在改 全部改成20 就批量修改 这个命令是批量修改的意思 然后呢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标准的 那个引导菜单的写法 对吧 标准的引导菜单写法 这个是什么的引导菜单 这个菜单是ip x1这个小系统的引导菜单 这里有写嘛 这里写的什么 welcome to什么 ipx1的boot menu 对吧 这个也是 好 显然呢 我们就是最后要在这个 dhcp的加勾计量修改 去创建这个c74和c76的这个folder 那每个folder呢 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 CentroOS的安装镜像包 好 我们如果这是启动起来 看到我们的引导菜单 就算我们成功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一端应该就配完了 是吧 我们暂时不配安装镜像 我们先看这个引导菜单 能不能起来 好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创建一个虚机 跟我们现在这个安装的 这个服务器 dhcp服务器的这个 px1siver的这一台 c03就这一台 这一台哈 在同一网段 对吧 那我们用写了一个脚本哈 叫px1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就设置一个px1 比如说叫test 好吧 px1test的机器 两G内存 一个内核 也是在VLAN200里面 然后呢 5944 这个是对吧 然后端口 这个是 端口号的密码 vc的密码 我们就默认的 就是这个黎阳 我的名字 没所谓的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两台机器的这个 网卡对吧 这个是br100嘛 然后这边看是多少 px1test 也是br100 说明他们在同一个网桥上面 同一个网桥的 同一个VLAN200上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呃看一下啊 我们就在一台windows上去测试一下啊 好 这是输主机端口号 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ok 他说没有 我们看看啊 好 这虚拟机呢 k队们的虚拟机开机之后呢 他提示你 press esc呢 for什么boot menu 就是你按esc键 他会跳出一个什么 跳出一个引导菜单 这里显然选2 选2就可以了 如果是我们真实的物理服务器呢 这里就不能是这样子啊 他不是虚拟机 他就是我们 比如带了服务器都是什么 开机 f11 进入什么boot menu 然后去选网卡 对不对 或者你直接什么f12 去p3e引导就可以了 这是物理服务器啊 在我们这里做demo 无所谓 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选2 对吧 选2之后呢 他就会去什么 去去去dhcp获取ip嘛 你看到没有 他就会去获取ip 我们看看能不能拿到ip 这里可能稍等一下啊 哎 看到没有 这里就拿到ip了 是吧 从这里看我们的整个网络引导 就成功了 因为刚刚那一台哈 这一台是有系统的嘛 对不对 这一台是有 这是宿主机啊 他上面的两台虚机 就是我们的c03 是我们pxe服务器 我们的pxetest是什么 我们的pxe客户端 对吧 那这是一个宿主机 对吧 那我们在他上面 建了两个虚机 来做这个demo 然后c03呢 这是我们的服务器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nlpt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80端口 对不对 对吧 这个是谁 这是Docker弄出来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tu是不是 有6769吧 对吧 有67 有dhcp 69是什么 这个tfdp 那tfdp呢 就通过什么 通过把这个小的系统传过去 这个就是那个小的系统产生的菜单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好到这里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安装系统了 知道吧 呃 这里的话 我先准备一下嘛 没所谓的哈 我先来准备一下 怎么准备呢 我是去要下载一个镜像 是不是 好 我现在建一个目录吧 建一个目录叫做 呃 呃 根据这个目录怎么建哈 这个目录怎么建 我看一下 根据这个菜单来建 这个菜单就是我们的什么 ipxe的bootmail引导菜单 对吧 就是其实这里是他的自主界面 这里是他的图形界面嘛 对不对 放到客户端去引导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哈 看一下他的folder的名字 这个菜单 我们要装c74吧 好吧 就这个 对对对 就这里 那我们要去找他的这个KS文件和他的 这两个东西哈 这个是他的corner 对不对 这是他的启动镜像 对不对 就是那个initial的run disk 是吧 好 我们来看看啊 怎么去怎么去弄这个东西哈 呃 呃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呢 就需要有三个东西把这个镜像搞出来才行 那我们就ftp到20.8上面去看一下哈 呃稍等一下哈 我们看看哈 我们到这个 呃 iso里面去 Iso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c74的mini对吧 就这个镜像 就是我们的最小的安装包 就这里 对吧 是这个吧 好 我们把它给下下来哈 并一下哈 然后gate一下 呃我们的这一个 镜像 它应该有900多兆吧 呃没事哈 我们下下一下稍稍等一下 大致的这个结构哈 我的操作步骤就在这里 然后呢很快啊15秒就下完了啊 我们内网的 然后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在这里建一个测试的文件夹 叫iso对吧 我们把我们下载的这个镜像呢 我们要解开它嘛 在inux怎么解开它 就mount这个c74对吧 mount这个c74到谁呢 就到这个iso下面去 对吧 直接把它 mount起来 看到没有 就最后一行 它已经 mount起来了 对吧 它已经 mount起来了 mount起来了之后呢 呃我们就再建一个 再建一个目录吧 叫做什么c74 这是我们的安装镜像目录 是空的对吧 那我们就到iso里面 因为这个镜像呢 它告诉你的 它说我 mount上来只是止读的 对吧 那止读的 我们就要把它全部考过去 是不是 cp-r r就地规的考地规啊 r什么新对吧 r新到哪里呢 上一集目录下面的什么c74 下面这个 就相当于是全部考过去 哎 考得很快 我们修理机性能很好啊 考过去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它的什么 镜像就是那个内核找到 对不对 那内核在哪里呢 我们在iso里面 看有没有 有吧 就要把这两个东西哈 vm这一个和什么 这个启动镜像是不是 这两个枪对是内核嘛 而考到哪里呢 考到这个c74下面 对吧 考到这个c74的 这个目录的 里边是吧 好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 应该没有了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检查一下哈 到c74里面去检查一下 好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 iso 镜像把它考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 但是我们在这个目录里面 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的菜单写 写好了的嘛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这两个文件哈 这两个kner 一个kner 一个启动镜像 在当下这个当前目录下面 因为呢 他默认是在哪里的 默认是在这里的吧 对不对 对 他默认是在 不是这里 对 iOS Linux 里面 我们把它考出来了嘛 一定要考出来哈 好 这个目录下面 现在就是可读可写的 他不是挂载的 是不是 我们挂载的是在哪里 看一下 是最后一个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 路普下面的 对吧 iso挂载的 那现在我们就去把它什么 卸载掉嘛 是不是 卸载掉什么 iso 你现在没有了 对不对 那我们再去 好 现在我们还要考一个东西 我们在考之前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引导菜单是怎么编辑的哈 对 我们ks 好 我这里讲一下ks 这个ks 就是这个东西哈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我们Linux 安装的一个脚本 我们可以通过ks 去安装我们Linux的什么 rp们包 我们的 组件 以及什么 我们自动化分区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哈 好 我们要去改一下这个这个文件哈 这个文件跟我们当下的这个匹配对吧 好 还有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ks的什么 引导的网卡是不是 那我们那个虚击只有一个网卡嘛 对不对 不是不是eth1是eth0 对吧 好 我再讲一下这一段哈 本来这一段是可以没有的啊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就这一段 本来是没有的 对吧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我讲一下哈 因为我们 红帽7或者是SenterS7 跟我们6的版本不一样 我们6的版本网卡命名是不是都是eth0 eth1 或者是服务器叫em1 em2对吧 那实际上到了SenterS7或者红帽7之后呢 它就分为两类网卡命名 第一类是什么 ENS就是版载的ENS0102 第二类呢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什么PEP2 PEP 这就是我们的PCI扩展卡上面的网卡 所以说呢 这种两种命名呢 我们用这一条命令 就是说现在我选中了这一条命令呢 就可以什么 把SenterS7的命名规则放回什么 还原到以前的那种命名规则 也就是说你弄出来的网卡还是em1 如果你在服务器上装 我建议呢 就把这一段去掉 然后呢 这个KS device就变成什么em1 这是网卡命名的问题啊 这是另外一个话术啊 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下 好 这里搞定了之后呢 你看我们有C74的folder 也有两个是kernel了 那我们就要根据这个KS来改吧 对不对 那最后呢 这个IPX1是第二步嘛 对不对 它是引导的一个小菜单和小系统 那它起来之后呢 它又会去找谁呢 它就会把引导的权限交给这个 Linux的kernel 这个kernel起来去找谁 它kernel的菜单 就是这个kernel的菜单 交给Linux安装程序了之后 它会去找这个KS的文件 它就是它的下一步的引导的 什么配置文件 它就怎么去装系统 对吧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筋默安装的一个 硬打文件 对吧 OK 那我们这里改了 改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改一下什么KS的文件 是不是 那KS的文件怎么改呢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刚刚这个 这个在哪里 C74 他说KS的文件在哪里 我看一下 他说KS的文件就在这个 HDDB的加目录下面 也就是当前我们的那个目录下面 没有到C74下面 对不对 kernel才是在C74这个folder里面 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所以说你目录的对应关系很重要 这个我们就不去改它 知道原理就可以了 然后呢 KS.cfg 我们要改这个 这个怎么改呢 首先第一个要改的地方 就是这个IP地址显然是不对的 对不对 这一段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安装的来源 你的安装的方法 他说使用这里 这里我讲一下警号代表什么 代表注释 不生效的 你看这个脚本就是说 我要去安装系统 对吧 我要用什么键盘USB US的键盘 安装之后重启 然后是是吧 密码是随便设的 设的黎养嘛 跟着密码是吧 还有他的什么时区 这些都有配置的 还有他的网卡 对不对 哪个网卡引导 ETH0 然后这里最重要 这里显然是不对的 是不是 我们要怎么样 去改成我们的 那个当前这台 PXE server的IP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什么 20.143 根据你当下来改 它下面的哪个folder 你镜像放在C74里面 就是C74咯 然后这里会关闭防火墙 对不对 我们一行一行看一下 这个安装的方式 他说默认是使用图形界面 这里是图形吗 不是 是TXT 对吧 就是我们的文本方式 就是命令行方式来安装的 然后呢 复略掉SDA 就是说 仅使用SDA 其他盘的复略 那我们现在是SDA吗 我们在KVN下面 我们不是SDA 对吧 我们是VDA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KVN虚拟化 如果在物理机上 我们就要变成什么 就要变成SDA 然后这里把什么 这一行是说 把S1应用的是安全增强 给关闭 这些都可以在KS的脚本里面去做 包括它的什么引导 引导是NBR 逐引导上区 对吧 逐引导上区 然后会把它清空 然后再键 然后呢 这里呢 就会清空磁盘 谁的磁盘 我们这里还是VDA 对吧 我们的虚拟机 物理机就不是VDA 这里改一下 改成VDA 是吧 然后这一行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基本分区 是引导分区 它是格式是XT4的 对吧 多少 500兆 这里的大小单位是MB兆 然后再往下走 这是说什么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要做一个最小就是5G 要做一个PV 这是逻辑卷 LVM逻辑卷 我们要把剩下的空间 全部给到什么 就是S就是这个VDA这个盘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磁盘 所有空间都给到一个PV01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PV01 做成一个VG 对吧 VG的名字叫VGE 这个VGPV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红包6之后 默认就是用逻辑卷 来做什么 Linux的分区 这是Linux的内容 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 然后呢 这里说什么 我们的根据是多少 10个G 对不对 10个G 然后呢 这里的交换分区是两个G 对吧 它单位是罩 是吧 然后呢 最小化安装 你看这里是Core 最小化安装 只是Core 然后后面就是创建一个文件 一个亚本源 是不是 不对不对 他是说这里是要安装一些东西 是不是 我们可以不要 这里不要 我们最小化安装 这里就可以 可以忽略 可以忽略 我们看看怎么忽略它 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里删掉 好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 Case文件就改好了 是吧 我们再检查一下 是三 重点是这里 这个URL 就是统一资源定位器 我们用的是HTTP 因为我们装的是PXE的 这个HTTP server 这种环境 主要是分区 这里的分区 就是根据客户的要求 来自来定制的 比如客户要求你分200G 就200G了 交红区16G就16G了 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演示 OK OK了 好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看一下 应该就就没所谓了 是吧 好 那行 那我们在这边 那就重新引导一下 看试一下 重新引导一下 然后2 是吧 看能不能把我们刚刚配置的这些东西生效 是吧 这是我们配置的PXE server 这是我们的PXE客户端 OK 那这是一台Windows虚机 只是来做一个跳板机 去演示它的 好 到这里了 是吧 我们就选这个吧 哎 你看它的kernel加载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IPXE的这个小系统 就把引导的权限交给了什么 交给了我们的 Ninux的kernel 对吧 它就会去加载 这个时候就加载它的内存 去加载这些 这个是加载内核 对不对 加载内核和它的启动镜像 然后再去找它的安装员 就是我们的那个 HTTP上面的那个saber C74的folder里面的那些 那些东西啊 看它能不能执行到 我们的这个安装脚本 没有问题是吧 好 这样子它就自动安装了 是吧 大家看一下 它就开始自动安装了 你看 一共299个包 它就开始自动安装 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一般来说 我们PXE Server就是用一台虚拟机嘛 或者是虚拟机 装在自己笔记本上 然后通过桥接网络的方式 进到客户的网络 去给一堆服务器装系统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里就开始装了 对吧 其实还是蛮快的 你看 很快就装了 一百多个包了 那装了之后呢 它启动好了之后 我们这个就算停工了 对吧 那启动了 第二次启动 它就不会从网络启动 如果硬盘里 真实的服务器也是这样 如果硬盘里有系统 它就从硬盘启动 如果硬盘里没系统 它就会从哪里启动 就会从我们的网卡启动 去装系统 这种你想想啊 其实这个有个很方便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以前就是用光驱 或者是虚拟戒指 我们爱拽卡 或者是用什么U牌来装 但是那些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规模性的去装 就是批量安装 你想想 我装一台是这样装 我装十台 装一百台 其实我只要把我一百台 或者十台服务器接到哪里 接到交换机 对吧 它就可以通过广播 来统一的安装这个系统 那统一的配置 对吧 那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进程来装 这样子就可以什么 批量并发 这个相当提高效率 也就是说 我们去写脚本 我们去应用这些 P3E的Saver 安装的话 其实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 那我们今天还用到了什么 容器的技术 我们用容器 其实容器本质上呢 就跟我们亚美员安装的 那些进程的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它不用在你系统里边 去装这么多进程 去解决这些依赖包 它都把什么东西 给你打包好了的 你只是用就行了 你知道怎么去改它的参数 就可以了 你就照着我的这个 什么视频 视频的这个 讲解来修改那些参数 都明白的呢 你们可以微信 或者是说打电话 问我都可以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比如说你不知道 怎么去改参数 前提是你先看我这个视频 看个两三遍 然后呢 你再去做实验 那只有你做实验 了解这是原理之后呢 你才能够运用的比较什么 得心应手 才能够把它落实到什么 生产环境 或者我们的物理机上面 大家稍等一下 它在装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还是回过头来说 这个DHCP TFTP 和这个HTTP 三大服务 其实我们就用容器来替代了 这三大服务 是吧 我们装另一个子 其实只需要这三个东西 DHCP TFTP HTTP 那相关的那些什么 IPX1的Curl 那些IPX1的东西呢 我其实都打包在我那个小文件里面 那文件其实很小 就这个踏包很小 你看一下 这个IPX1的这个踏包 只有11兆 你解开就可以用 传输快又好 这个东西呢 我在我的网页上也有的 我的网页上在哪里呢 就是在它的上一级目录里面 有一个 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应该是在哪里呢 我放在这里了 在Docker里面 应该是在Docker里面 我记得 Docker里面有一个 这里 你看到没有 有个IPX1踏 你可以访问我的这个 有兴趣的 可以给我点个赞 就在这里面 看到没有 就是这里 对吧 这是我的账号 SAMN1008 这是我的Github账号 可以给大家 分发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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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就在这里 对吧 就这里 这个包可以给到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比较慢 这个Post Installation 这个过程是稍微要慢一点 容器的话 其实 我为什么用容器呢 因为容器部署比较快嘛 对吧 它也很稳定 它就跑在这里 两个小容器 小镜像 生成的两个容器 其实容器呢 我可以 这里再多说两句话 容器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 你在 你在系统里面 要装一个容器的引擎 对吧 亚门-Y InStore 是吧 Docker的这个引擎 对吧 也可以装Docker C 就是社区版的 对吧 装好之后呢 你把它提起来 开机启动 对吧 然后呢 就有容器的什么 移密集 那容器的移密集 是什么呢 容器的移密集 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和进程 这些 进程的一个打包 比如说你的HTTP 这个服务 是吧 加操作系统 把它打包在一起 就是一个镜像 但是它不包括什么 它不包括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 这个Curner 我们的内核 因为我们的内核 是跟我们的什么 内核是跟我们的 物理硬件打交道的 因为容器的 不同的镜像产生的容器 它是共享内核 共享硬件平台的 要想共享 它就不能有独立的什么 Curner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可以去演示一下 Docker Docker什么 我们去 这里要起来了 等它起 等它重启 等它重启 我们去演示一个Docker Run 我们演示一个吧 Docker EXE 对吧 减什么 IT 然后我们这个叫什么 叫做Web 我们去看Web 是吧 然后是什么 SH吧 这个是小的 很小的一个镜像 只有这个镜像值很小的 你看吧 17兆 这是一个NGX加系统的一个镜像 它很小 你看 你看 你看在这里边 你就看不到一个东西 看不到什么东西 看不到斜杠布扯 对不对 我们知道 另一个是里边 这个斜杠布扯 这一个 引导分区 它是一个单独的挂载点 这个里面就是放的Curner 但是你在这个小的镜像里面 你看有没有斜杠布扯 这里有没有斜杠布扯 都没有 说明它没有内核 你知道没有斜杠布扯 就是没有内核 知道吧 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退出来 到宿主机 你看宿主机有没有斜杠布扯 有吧 宿主机就有 斜杠布扯 就是我们的Curner 对吧 这边系统起起来了 我们刚刚装的那个系统起起来了 我们看它能不能正常启动 如果正常启动 就证明我们的PXE安装成功 现在是起来了 是吧 密码都设置好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一台虚拟机 它也就有斜杠布扯 也有Curner 是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布扯里面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是不是有Curner 这个就是Curner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Curner VMLI NUZ就是Curner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系统就装好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分区 跟分区就是多少 10个基码在这里看到没有 跟我们跟我们预计的这个KS的文件 跟我们的KS的文件是一致的 我们KS的文件对吧 里边的分区大小 当时我们设置的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10个G这里 这里是10个G吧 我们的交易级是两个G吧 我们我们去看一下 看这个虚拟机起来之后是不是这么多 我们看一下 更是10个G吧 你看这里有9.8嘛 差不多10个G 然后 对吧 看一下它的内存对吧 它的交易级多大两个G 你看到没有这里两个G 对吧 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整个PXE是很顺利的 这就滑完全全装好系统了 通过我们的 这是通过我们虚拟机的VNC 去登陆我们这台PXE可烂端的虚拟机 它已经被我们的DHCB 不是我们的PXE server安装好了 按我们KS配置文件的要求 安装好系统 OK 好 今天就是这样的 就讲解清楚了一个 整个的一个什么 通过容器 通过PXE来安装我们的什么 安装我们的PXE 通过PXE server来安装我们的什么 网络安装系统 可以什么一对多的 我们就是现在一台对一台 其实你一台对五台 对十台对五十台 其实都是这个过程 大家明白了吧 OK 行 现在可以停止录像了 谢谢大家